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117集 几分钟后不少人连连摇头 就连王大海也是一脸的茫然 当我准备说出答案时 情报组组长梁天站起来 走到白板前从上面拿下一张照片 近距离观察几秒钟后 梁天皱着眉头说道 这是楚燕红的受伤照片 照片上的这些伤口好像是旧伤 没错 就是旧伤 我点头说道 这些伤口并不是新近被划出的伤 出现时间应该是在昨天或者稍晚一些 伤口外皮已经出现轻微凝结了 绝不可能是刚刚造成的 因此我判断 楚燕红受伤时间不是我们看到的事件 而是在昨天或者前天 也就是说 出现在现场的前号不一定就是凶手 前号在现场如野兽一般放声大号 我在他的声音中听不到任何的喜悦 反倒是带有悲鸣的哀伤 凶手杀完人之后 如果还能叫得出来 要么是被鲜血刺激进而产生疯癫 又或者是那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凶手口中听到这种带有悲鸣的汉叫声 王大海打断我的话 问道 跟王大海有相同疑问的还有陈可欣 陈可欣告诉我 通过对凶手的检查 警察在上方提取到前号完整的指纹 并且还在刀刃处找到了楚燕红的血迹 除了这两样东西 警方并未发现其他指纹 足以证明是前号用这把刀残害的楚燕红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有道理的事情不见得就是真相 我说了一句不明所以的话 将我的手机以及接触到的快递 展现在大家面前 不让众人靠过来 仔细看着信上以及短信当中的内容 询问众人有没有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内容写得情真一切 写信的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 很难相信是出自一名劫匪之手 陈可欣看了许久 抬头对我说的 还有 短信中的内容也很奇怪 楚燕红是一名盲人 他怎么知道 自己被绑在旧楼里面 就是这两点 让我断定前号可能不是凶手 而是以至替罪羔羊 我正色说道 陈队 诸位同事 你们想想 一名盲人就算再厉害 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也不可能知道这是哪 我通过心理学与逻辑学 向众人阐释我的判断 通过信件可以看得出来 前号在给楚燕红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关心 而在烂尾楼里呢 前号又像是一个猙獰的恶魔 站在楚燕红身旁 手里拎着一把带血的刀 这两点根本无法合在一起 楚燕红向我发短信求救 精确地写出他被困的位置 而在我回播过去之后 电话又马上关机了 这时间也未免太巧了 我收到短信 到我打回电话 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除非楚燕红发完短信 马上关机 否则这么快的关机速度 根本就无法解释 随着我将一点一点一点 摆上台面 众人顿时陷入到安静当中 分析着我话中的内容 以及凶手这么做的动机 陈队 我记得在案发现场 没有找到楚燕红的手机 王大海冷不丁地一句 立刻将众人的目光 吸引到他身上 王大海告诉我们 事情发生以后 他赶到现场 与辖区刑警队长 钟辉煌一起 对现场进行周密的调查 调查过程中 辖区警员与王大海带区的警员 都没有发现楚燕红的内部手机 没有发现手机 说明手机被真的凶手带走 陈可欣斟酌地说道 按照林然的说法 钱浩是替罪高扬 凶手另有其人 那么真正的凶手 不仅带走了手机 还用了某种 我们不知道的办法 将钱浩 吸引到了案发现场 让他拿着那把刀子 成为凶案嫌疑人 说完这句 陈可欣又接着说道 在我处理的案件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 绑架的受害者 还能保有手机 听得这么一说 其他众人纷纷发言 的确 众人侦破的案件当中 没有一例受害人 能够在被绑架后 身上还留有手机的 种种疑点的出现 确定了这桩 看似简单的绑架谋杀 实际上另有玄机 经过几个小时的分析 大家达成了几点共识 首先 凶手不是钱浩 而是另外一个人 其次 凶手是用楚燕红的手机 给我打的电话 想让我赶到现场 成为目击证人 证明是钱浩杀害的楚燕红 第三点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面包店店主郑江山 具有很大的嫌疑 我将保护郑江山警员 说给我的话告诉给众人 众人分析 郑江山是故意将警员支开的 随后制造了受伤的一幕 所谓的钱浩入室杀人 极有可能是郑江山 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不过推论终究是推论 没有证据配合 也只是纸上谈兵 虽然我们对郑江山产生了怀疑 但没有办法对他进行逮捕审讯 警方侦破案件 依靠的是人证与物证 没有这两点强有力的证据 即便是怀疑 也不能采取必要手段 现在不像是古代 如果凶手在古代发案 只要官府认定他有嫌疑 不管三七二十一 便会将他抓回衙门受审 但是 现在警员侦破案件 必须讲究证据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所能做的只有外围调查 无法更深一步地 将犯罪嫌疑人 带回警局进行审讯 会议结束后 我独自回到办公室 从抽屉里掏出纸笔 将会议室上的推断 先后写在纸上 慢慢清理这件案子的蛛丝马迹 两页纸被我写满了 一个古怪的念头出现在我心里 事情的起源都原于八年前 前号抢劫楚彦红 后被叶宇和正江山撞破 扭送到警局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通过当年的审讯记录 我得知 前号被抓以后 极力否认自己曾经 抢劫过楚彦红 还说真正的劫匪 是正江山和叶宇 由于当时有多人 指人劫匪就是前号 所以他的辩驳 并没有被警方采纳 同时楚彦红出院以后 也在法庭上指控前号 但奇怪的是 自从叶宇探望过前号以后 前号竟然不在韩元 老实承认了自己 抢劫楚彦红的犯罪经过 犯人主动招供 并且在证人和受害者的证言下 最终前号被判入狱八年 原本证据确凿的一件事 但在古怪案情的推动下 我对八年前的这桩案件 产生了疑惑 如果前号说的是真的 他不是劫匪 真正的劫匪是叶宇和正江山 那楚彦红为什么要指认 前号是凶手啊 本以为明朗的案情 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扑朔迷离的案情 真假难辨的凶手 言辞古怪的受害人 都让这件案子的侦破 陷入到一团迷雾当中 在这一团迷雾中 我决定实地走访 调查前号的社会背景 以及人际关系 试图通过这一点 重塑当年的那件事情 第二天我没有去警局上班 直接去了前号的老家 前号老家在城里的老城区 由于城市开发改造 住在老城区的居民 绝大多数都是老人 以及一些下岗职工 通过打听 我来到了一栋老式职工楼 这栋楼里的住户 绝大多数都在此地生活几十年了 前号他们家 就住在这栋楼的五楼 经过一上五的走法 我对前号的人生轨迹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邻居们的介绍 前号是一个从小孤僻 我行我素的男人 前号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然后两人各自寻找了新的伴侣 将前号独自留在了 这栋楼里生活 虽然他们俩每月 会给前号打钱 但很少过来看他 在这种情况下 前号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但是却并没有走向歧途 长大以后呢 找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老大爷 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我像坐在楼下晒太阳的 几个老人了解情况 无意中得知了一个 令我感到惊奇的消息 据其中一位老大爷讲 前号当年的工作 是在城里的轴承厂 轴承厂是市里的国营单位 早些年效益非常不错 每月的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 丝毫不比现在的白领差 但是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业余也是轴承厂的员工 并且是一个车间的缘故 前号与叶宇曾经在同一间厂子上班 这个事情实在太有关联性了 同在一个车间上班 两人即便不认识 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也势必会对对方有些印象 但是在当年的笔录当中 叶宇却说他不认识前号 这就很值得推敲了 小伙子 老头子活着这么大的年纪 从来没撒过谎 骗你这个后生晚辈干嘛 老大爷摇着蒲扇 一脸不满地盯着我 老大爷对不起啊 我不是怀疑你就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索性不停地向老大爷道歉 等到老大爷不生气了 我马上从手机里翻找出业余的遗照 摆在老大爷面前说道 老大爷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男人找过前号啊 他也是轴声厂的工人 有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了 老大爷看了两眼 不确定地说道 不 你去承轴厂看看 虽然厂子卖了 但还有不少员工留在工厂 没准他们认识 老大爷 谢谢你了 我现在就去 我收起手机向老大爷致谢 马不停蹄地赶向轴承厂 当年的国营大厂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家外企工厂了 工厂门位非常的谨责 哪怕我拿出证件 也不放我进去 非让我回去开介绍信 好在我联系了当地辖区警员 通过对方的引领 我终于进到了周城厂 没过多久 我就通过几个老员工的描述 确认了叶宇和钱浩的事情 两人不仅认识 而且关系不错 除了叶宇是周城厂的工人 面包店老板郑江山 也曾经在周城厂上班 由于郑江山触犯厂规 工作不到一年 就被周城厂开除了 三个人同意间工厂工作 而且还是同一个车间 这未免也太巧了 此刻 我正坐在周城厂的会议室 面前有两名五十多岁的工人 两人被我的话给弄愣了 不解地看着我 其中一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 老工人说道 警官 你说什么太巧了 没什么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两位师傅 你还记得他们 仨在周城厂的时候 关系怎么样吗 说起他们三个的关系 那简直比三国演绎还要乱 蓝色工作服的工人苦笑一声 冲着旁边的工人说道 老杨 我这么说没错吧 老孟啊 你的记性还真好 这都多少年的事情了 竟然还能记住 名叫老杨的工人苦笑着说道 想当年 他们三个进场分到一个班组 由于年纪相逢 万一处得挺好 每到休息日 就就在一起喝酒看电影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弟呢 但谁能想到 这三人说翻脸就翻脸 两个老工人像是回忆往事一样 将这三人的恩怨情仇 展现在我面前 十年前 郑江山 业与钱浩 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年纪 一同进入周冲场当学员 三人年纪相当 很快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那时候三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一个人受到欺负 另外两个呢 肯定要帮他讨回公道 并且天天一同进入 关系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那话虽如此呢 毕竟不是吃一家饭长大的 三个人关系再好 性格终究不一样 业与能言善变 善于迎合讨好他人 郑江山长相老实 但是内心奸华 非常喜欢占小便宜 并且手脚也不干净 至于钱浩 看似性格孤僻 却是个热心茶 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别人 这三人当中 人缘最好的就是业宇 毕竟世人都喜欢听老实话 可一旦工厂里有人需要帮助 最先想到的却是钱浩 当年因为抢劫 钱浩被警察抓走 大伙都不相信 总觉得有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下岗风波 众人很快就遗忘了这件事 杨师傅 你知道郑江山是犯了什么事 被常理开除的吗 等到两人说完三人的敬语 我马上问了 郑江山离职的原因 第118集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 搁在现在那简直就是小儿科 但当时不一样 工人们以产为家 把工厂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杨师傅叹了口气 一脸愤怒地说道 哎呀 九年前 工厂从国外借了一批原材料 本打算用这些原材料 研发高精密轴承 但是在研发过程中啊 这些材料 莫名其妙地少了两项 由于那时工厂监管的并不严密 加上摄像头没有普及 保卫科调查来调查去 也没有找到是谁偷的 就在这件事情 即将风平浪静的时候 前后找到工厂保卫处 说那两项东西 是被郑江山偷走 卖给了小型加工厂 保卫处经过调查 确认郑江山有作案嫌疑 在他家里找到了 没有来得及出售的剩余一项材料 郑江山及时承认 并且 弥补了轴承厂的损失 保卫科并没有报案 将它做开除处理 后来大伙才知道 郑江山在卖出第一项材料后 从小工厂那里 得了一万块的酬劳 要不是钱浩举报 说不定事情就石沉大海了 孟师傅用委婉的口气说道 唉 郑江山请钱浩和叶宇喝酒 喝醉以后 他把这件事情吐了出来 叶宇觉得郑江山是个聪明人 懂得自己找发财门路 但是听到钱浩耳朵里 却不是那么回事 钱浩性格古板 为人老实 觉得这是违法的行径 劝郑江山把变卖的东西赎回来 主动向工厂承认错误 郑江山以为钱浩喝多了 也就没当一回事 没想到第二天 钱浩又找到了他 要求郑江山马上向常理坦白错误 争取宽大处理 郑江山这才知道 钱浩是来真的 拿出三千块钱 求钱浩求的保密 没想到钱浩直接向工厂举报 导致郑江山被开除了 说完事情迟磨 杨师傅又补忠道 钱浩为了维护工厂的利益 大义灭亲举报了郑江山 足以证明他是个老实人 你想想 当年郑江山拿出三千块 给钱浩当封口费 钱浩愣是没有要 这么老实的人 怎么可能去当捡匪啊 事情都过去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孟师傅瞪着杨师傅一眼说道 这都是命啊 钱浩太老实了 老话不是说 老实人挨欺负 没有好下场吗 眼看就要当车间主任了 倒霉是一件接一件地 落在他脑袋上 这就是好事做多糟了报呀 你放屁 杨师傅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老实人怎么了 老实人就该死 就得受欺负 肯定是那几个竞争对手 故意用这种歹毒的方式 让钱浩当不成车间主任 我满腹好奇地说道 两位师傅 你们说的车间主任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还要从钱浩 举报郑江山说起 杨师傅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当年钱浩 举报郑江山侵占工厂财务 工厂认为钱浩是个热爱工厂 性格正义 并且工作能力突出的典型 准备将他任命为车间主任 但在我们这种大型工厂 推选车间主任 不仅仅是厂领导一句话就能办的 还需要大获选举 为了选举的公平性 厂里又找了几名技术不错的工人 让他们跟钱浩竞选车间主任 半年之后 由大获集体投票 说来也是巧了 业余也在候选人当中 他算什么候选人呢 不就是仗着会说几句好话 拉动厂里的那些年轻工人支持他 听到这里 孟师傅又开始插话了 认为业余根本就没资格成为候选人 业余之所以会出现在候选人名单 无非是靠着那张嘴皮子 游说厂里的年轻工人 支持他成为车间主任 无论人品还是技术 业余连钱浩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偏偏事事无常 车间主任选拔的前几天 钱浩因为抢劫被警察带走了 业余这匹黑马 在所有人都意外的情况下 成为了车间主任 不过业余的好日子 也没过几年 不出三年 工厂因为经营不善 被变卖给了国外的制造企业 既没有技术又没有领导能力的业余 成为了第一批下岗工人 这一次的轴承厂走访 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路 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经过两个老工人的描述 我分析出钱浩业余 郑江山之间有着很深的恩怨瓜葛 钱浩举报郑江山侵占厂里的财物 之后郑江山被开除了 车间主任竞选的关键时刻 钱浩被牵扯进了一件抢劫案 抢劫案中的两个关键人物 正好是郑江山和叶宇 钱浩记恨郑江山将他举报 害得他被工厂开除 而叶宇那时跟钱浩竞争车间主任 也有充分的理由陷害钱浩 这两个人如果勾结在一起 倒不是没有作案的可能 离开轴承层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那天晚上 钱浩跟郑江山 故意将钱浩引到小公园 随后制造了假的抢劫事件 慌乱当中 双眼失明的楚彦红 被两人的话语引导 下意识地将钱浩当成了劫匪 毕竟作案的一个先决动机 就是与受害人有仇 钱浩跟郑江山有仇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叶宇虽然跟钱浩无仇 但是在车间主任 这个宝座的诱惑下 说不定就会干出 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我这个猜测非常大胆 将受害人摇身一变 变成了施暴者 因为这两个人 都有作案的动机 只要是有作案动机 就值得我们在他们身上 投入精力 将他们两个定义为嫌疑人 不知不觉见 我又一次来到了面包店 多起凶杀案都发生在面包店 店员李敏 死在面包店后响 业余死在面包店附近 还有 郑江山也是在面包店受伤的 三起案件都围绕着这间面包店 凶手选择在这里下手 必然是有他自己的企图 如今面包店已经被警方上了封条了 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面包店的监控坏了 说不定是郑江山自己搞坏的 人一旦有了嫌疑 那么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值得我用最大的恶意去猜测 走出店门 我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当我吐出烟圈时 上方电线杆的一样东西 迅速吸引了我的目光 电线杆上有一只监控探头 探头所对的方向 正好是面包收银台旁边的落地窗户 当时郑江山受伤的位置 恰恰就在收银台里面 我马上找四周的商户打听 得知电线杆上的这只监控探头 是在黎民死亡之后 由社区出现状的 为的是避免有人在后面的胡同于难 我马上找到社区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拿到了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 坐在电脑前 我仔细看着录像上的内容 并且用鼠标将探头向前延伸 很快 录像上的时间 来到了案发当天 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 试图从屏幕中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通过探头延伸 我看郑江山坐在椅子上玩着手机 过了几分钟 郑江山将手机放下 抬头看向旁边的落地窗户 郑江山向外观桥的模样 鬼鬼祟祟 我猜想 他是在看守在外边的警员 紧接着 郑江山走到店铺的储物间 再次出来时 手里多了一把刀 没过多久 又有一个人从储物间里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 乃是一直被警方通缉的钱浩 钱浩来到郑江山面前 并没有对郑江山动手 反而跪在郑江山面前 冲他磕头 钱浩拿刀拍在前后的脑袋上 随后将刀交给钱浩 钱浩连连摇头 不肯去接这把刀 郑江山抬脚踢了钱浩 将刀强行塞到钱浩怀里 随后 用手指指向身上的几个部位 完事以后 郑江山拿起手机摆动起来 放在钱浩面前 钱浩瞬间从地上站起来 张大嘴巴说着什么 很快 郑江山再次将钱浩踢倒在地 随后从地上捡起开山刀 不可思议地自己砍自己 事发以后 郑江山躺在血泊之中 来回扭动 钱浩愣了几秒钟 风一般地冲出了面包店 之后 便是几名警员进入里面 看完视频中的内容 我顿时倒戏一口凉起 两个疑点出现在我面前 郑江山为什么要自己砍自己 钱浩为什么要向郑江山下跪 事情很可能像我想的那样 郑江山才是真正的凶手 钱浩不过是一个替罪羔羊 然而即便有了视频 也无法代表警方能逮捕郑江山 毕竟视频里没有声音 无法辨明两人说了什么 加上现在钱浩还在躲藏当中 警方也不可能以他为切入点 调查有关郑江山的事情 话虽如此 但我总归是有了正确的调查方向 在将钱浩的社会背景 以及历史关系调查清楚之后 我马上将矛头放在了郑江山身上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 走访了郑江山的亲戚还有邻居 通过他们的描述 一个心思阴沉的郑江山 出现在我的面前 郑江山从小就手脚不干净 并且非常喜欢赌钱 但由于郑江山擅长耍老千 所以在赌钱的时候 经常能够大杀死方 为了让郑江山学好 他的父母脱关系 将郑江山售到轴承场 希望断绝郑江山和以前那些 狐朋狗友的关系 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 郑江山上班没多久 便因偷窃厂里财物 被周城厂开除了 重新流向社会 失业之后 郑江山索性以赌博为意 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 当成地下赌场 各方的地痞流氓 都去他那赌博 成为车间主任以后 叶宇手里有了闲钱了 隔三差五的也会来这里玩玩 进而染上了很大的毒液 一发不可收拾 据许多曾经的赌客家 他们亲眼看到 叶宇不止一次欠下郑江山钱 家中便买的大部分东西 都是为了偿还这些赌债的 事情越来越清晰了 根本不像郑江山讲的那样 他不仅没有帮叶宇偿还过赌债 反倒让叶宇欠下了大量赌债 可以说叶宇的家破人亡 与郑江山有着莫大的关系 几年前 市里严厉打击赌博等违法刑警 郑江山的地下赌场开不下去了 转而开启了面包店 雇佣的第一个工人 就是楚彦宏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打断了我的调查 电话是马如龙打来的 他告诉我 一个小时前 楚彦宏被人谋害 死因骤停陷入危险 直到挂断电话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一切 我即将找到真相的前夕 楚彦宏竟然被人给害了 半个小时后 我冲进医院 抓着马如龙的衣领问道 马如龙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呀 这么多人守在医院里 楚彦宏竟然会被人暗害 林哥 对不起 是我保护不力 马如龙愧疚地低下头说道 我 你什么你啊 你这回惹大麻烦了 我松开马如龙 将他推到墙上说道 在警方的眼皮底下上凶手出入自如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里是医院 不是弄猫市场 要吵架出去吵 这时 一名医生从楚彦宏的病房里出来 冷着脸说道 谁是里面病人的家属 他怎么样了呀 我已经尽力了 准备后事吧 医生简短的几个字 宣告了楚彦宏的死亡 经过医生跟护士的抢救 楚彦宏停顿的心脏没有重新跳动 可恶 我咬着牙一拳吹在墙上 吓得医生脸色惨白 急忙离开了这里 这一刻 我已经猜到凶手是谁了 凶手能在医院行凶 并且在警察环绕的情况下 杀害楚彦宏 只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那就是住在隔壁病房的正江山 此时此刻 我的头脑豁然开了 完全理清了困扰在我脑中的 所有疑团 从正江山来警局报案 寻求警方的保护 我们警方就开始被他牵着鼻子走 一步步地 被正江山玩弄于鼓掌之中 绑架楚彦宏的根本不是钱豪 而是贼喊捉贼的正江山 正江山通过楚彦宏的手机 给我发出求救短信 之后又把钱豪弄到现场 充当他的替罪羊 这一切的行径都是为了坐实 钱豪杀人凶手的身份 如此一来 正江山就能掩盖他才是凶手的真相 若是这么想 那么之前死去的叶宇和那名债主 就不一定是钱豪杀害的